OK,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N个 Identical Particles OK,到时候呢我们还会再讲一次Identical Particles 在那个比较后面的地方 但这边会讲实物性比较 用得到比较多的 OK,那我们呢以前呢 最重要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以前用的Schödinger-Christian 表示是呢,我们都是用Wave 用Pore的方式来表示 那用Pore的方式来表示 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 那我们希望能够见到呢 用什么,用那个粒子数来表的 用那个particle number 来表示 那它有什么优缺点呢 我们基本上来看看 以现在的所有的论文 各位找得到的,它在计算 没有人在用前面这个部分 所有人都是用后面这个部分 那虽然说我们并不是要教大家说 后面这个部分怎么个解法 这个不在我们的课程的范围之内 但起码我们初步要看得懂 那看得懂的时候 我们做研究上就比较容易了 第一件事情 好,我们先定义一个状态函数 OK,这个我们定义呢 The state of a system 一个系统 有个N个particles 但是呢,我们要加强一下 这个叫identical 相同的particle OK,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 那么其中呢,每一个Q呢 代表的是什么 the coordinate 这个坐标系统 假设是第一个 the ice particle OK,那这是一般的表现的方式 那么在我们全同例子里面呢 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我把其中两个交换 其实你看不出它的差别在哪边 所以我们要是exchange 任何一个 感觉上 你要感觉不出来 好像没有任何效应一样 OK 也就是说我们你要是给它一个 交换的运作 P 运作在这个系统里面 比如说 在这个状态上面 我运作 我运作怎么运作呢 我把它呢 将I跟J对调 我 帮它将它做个对调 J对调之后呢 它会得到什么 I跟J啊 马上呢 这边 写 它就会变成为 QJ啊 跑来这个地方 QI呢 跑来这个地方 其他的不懂 理论上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让两个 好像相等 OK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晓得这样子写 其实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说 没有错 也会等于它 但是等于的地方 可能跟它前面会有一个 很简单的什么样 常数上的差别 比如说我在这边乘上个那么大 反正是相一嘛 对不对 我乘上个常数 还是跟原来一样 是dependent的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看看 比如说我们将PiJ呢 我从上面呢 抄一下 乘上个 StateFunction OK 那么 这个State的呢 我们经过交换之后 会变成原来的 那前面顶多乘上一个 什么样的常数而已 假设是这样 那我们再做一次 我们可不可以把i跟j交换之后 再交换一次 运作两次 那我们晓得 运作两次之后 它一定要回到怎么样 就相当于 这边呢 再运作一次 对不对 假设这个代仅女 会等个lambda平方 Psi 这样子 其实我这个运作完之后 一定要完全一样才对啊 对不对 纵使你又插个常数 我要运作回来 那么 这个无论如何 一定要等于原来的 所以这两个 一比对的结果呢 一比对结果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lambda平方要等于1 就告诉我们 lambda本身可以是正一 或者是负一 这两种选择 要是正一 就代表交换完之后 跟原来完全一模一样 假设等于负一 就代表交换完之后 会跟原来呢 差一个负号 OK 会有这样子 那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正一啊 代表就说 这整个系统是个什么 对称的系统 负一就代表 它是一个反对称的系统 很好玩的是 在我们实验上面啊 在我们目前看得到的系统 几乎都可以用这两个呢 来做分别 来做那个描述 也就是说 有的系统呢 它本身是反对称的 有的系统本身呢 它是什么 对称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样来负责它 所以呢 我们进一步的 我们就说 假如说呢 我们将一个系统的状态 把它做对调之后 当然按照这边来讲 它就可以有什么 第一个跟原来一样的 第二个跟原来 差二分之一的 原来一样的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这个叫做对称的系统 这个叫做什么 反对称的系统 OK 什么地方有对称的系统呢 我们晓得 假设你的spin 是等于什么 整数倍 这些就叫做对称的系统 假设反对称呢 是对某些spin呢 它会变成怎么样 二分之一的 奇数倍 那么它就会变成为 我们的反对称的系统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很简单的就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这个部分呢 会跟我们金雾讲 非常的相像 OK 那我们从很相像的地方开始 一个一个呢 推导下去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得到 它本身上面的一些差别 好 我们现在很快速的呢 从两个颗粒的系统 我们来讲 2 particle 的系统 OK 好 对我们的bozon而言呢 它要怎么样 对称的 它一定要对称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呢 假设只有两颗嘛 我们就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这位方选呢 下面就变成 你有两个K1的状态 K2的状态 第一颗Q1的坐标 第二颗Q2的坐标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在上面写个S Symmetry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写这个 因为这两个呢 就相当于你分别有 第一颗的状态 第一颗处在K1的状态 第二颗处在K2的状态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第二颗处在K1的状态 第一颗处在K1的状态 我们这两个把它夹起来 前面呈上个Normalization Factor 刚好二分之一 这样子就可以描述它了 对不对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一个形式 我看看 我先把下面的写完 我们待会再回来 这边呢 我们来写Fermium Fermium呢 它一样是一个 因为只有两颗嘛 它位仿数呢 下面代表只有两个状态 针对的是第一颗跟第二颗 因为它是反对称的 所以上面写个A 那你这边就要怎么写呢 一样前面有个 Normalization Factor 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里面就是 第一颗在K1的状态 第二颗在K2的状态 然后之后把它交换 OK 对不对 它因为反对称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我现在做个 我现在执行一件事情 把Q1 Q2 对调 现在对调 这一对调之后呢 前面这一项就变成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变成前面这一项 但是呢 刚好插一个负号 所以你一对调之后 它就变成它的原本的负的 Web Function 的State Function 那这边你对调之后 还是跟原来一样 所以就吻合我们刚刚的定义 一个对调之后跟原来一样 一个对调之后完全不一样 好 当我们这样子写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我们知道 根据啊 我们的这个 以前所交过的呢 我们后面这些 Web Function呢 个别单粒子的Web Function 这个是单独对Q 这一颗的Web Function 除在Q K1State的上面的Web Function 我们可以怎么样 一个矩阵来表示 是 抱歉 大家都是K1 所以这个符号的Number啊 请大家呢 一定要非常注意 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可以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一写完之后呢 你一看呢 你就发现 这个很简单嘛 这个像不就等于 它乘上它吗 剪掉 剪掉 它身上它 OK 那完全都像表 是 我这边也可不可以 同样的这样子写呢 只不过这个行列室呢 旁边会加个正号 这个正号就告诉我们 行列室本来是这个 层完之后 剪掉 这边这个层 对不对 现在变成这个层完之后呢 加上 这个层 那就等于上面了 好 更进一步 我们希望能够写成 另外一种形式 比如说呢 很明显 这个就是跟原来一样的 所以叫做1 没有做任何operator 后面这个呢 有做一次operator 你看这个Q1在K1 Q2在K2 那这边是不是颠倒了 Q2在K1 Q1在K2 相当我想1跟2 做个对调 之后呢 我把单粒子态的 这个wifunction 放在这边 这样子也可以 OK 那我这个呢 我当然就可以更进一步 写成这样子 我稍微把它写在这边 OK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呢 表示完毕 有fermium这边 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这是行列式 这边是讲说怎么样 Q1处于K1的状态 Q2呢 第二颗呢 处在K2的状态 你发觉这两颗处的状态呢 分别是一个K1 一个K2 假设 我们有没有一种状况是 两个会处在同一个状态 比如说K1 K2 我通通叫做K好了 通通叫做K KKK 结果你发觉 这行列式会等于多少 If K1等于K2等于K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状态是不是 可以写成为 K Q1 Q2 它一样遵守anti-symmetry 结果你一做的结果呢 会变成什么 Q K 抱歉 这是它的单粒子状态 就你发觉 它成像它 剪掉它 成像它 是一样的东西 这一剪完之后就等了点 它告诉我们 假设你是Fermium 这种反对称的结构下面 你是不准怎么样 处在同样的状态 OK 你是不准处在同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包力不像荣原力 包力不像荣原力 抛力 对不对 再拿另外一个来 OK 这样子呢 跟我们观察的完全一样 这样看起来 这样看起来还不错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做呢 假设有三颗会怎么样 OK 三颗 我们怎么来表示呢 我们发觉 我们的做法 几乎一样 我们来看看哦 Fermium这边呢 我们先写 Bosong或者是Fermium 这个是 我这边是用Fermium来当比对 Fermium有个好处 就是说因为它会反对称嘛 好 我们就先用Fermium 来当比对 好 Fermium三颗我们要怎么写 三颗的 一样啊 我们的State的呢 可以有第一个 K1 K2 K3的State 你有第一颗粒子 第二颗粒子 第三颗粒子的坐标 那Fermium一定要是要反对称 写个A在这边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当然前面就是3的阶层啊 后面会变成什么 K1 Q1 K2 Q1 K3 Q1 然后再来 K1 Q2 K2 Q2 K2 K3 Q2 再来呢 K1 Q3 K2 Q3 K3 Q3 然后做个行列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嘛 所以这一展开来之后呢 会变成六项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六的 根号六分之一 原因就在这边 好 我们看看是哪六项 OK 第一个呢 是这三个相乘 所以它是呢 K1 Q1 乘上 5 K2 Q2 5 K3 Q3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这个相乘 这个是K1 K2 K3都有 再加上 K1 或者是要弄这边也可以 好 先弄上面这个 所以K1的在这边 它有Q2 然后K2的在这边 是Q3 K3呢 是Q1 OK 再来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K1呢 K是Q3 K2呢 会是Q1 K123 K3呢 会是Q2 好 然后就开始来减了 我们要减掉 这一排 所以呢 K1 是Q3 K2呢 是Q2 K3呢 是Q1 对不对 没关系继续下来 我们通过把它做完 K1 Q1 K2 K3 Q2 再来一个 最后一个快完了 K1 Q1 我看看 这个是K1 Q1 是这样子 K2 Q3 K3 Q2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样子的 像K1 Q2 是怎么样 K1 Q2 没错 然后再来 K2 Q1 最后一个 K3 Q3 我们好像可以写出这几个出来 对不对 你要仔细看呢 假设我们是用 Operator的方式来运作的话 你发觉这个根本就是原来的嘛 第一颗放在K1的位置 第二颗放在K2的位置 第三颗放在K3的位置 这就是E 我们根本就什么都没动到 OK 就要像前面的这个E一样 那后面开始要有人来交换啊 这个会是什么 这个呢 你看看 第二颗放在K1的位置 第三颗放在K2的位置 第一颗放在K3的位置 那你从第一个到第二个 应当要有什么样的运作呢 要有什么样的运作 比如说 我先将1跟3对调 可不可以 1跟3对调呢 1就跑来这边 3就跑来这边 然后再把2跟3再对调 那2就跑来这边 3就跑来这边 所以它是不是相当于 你先运作个1跟3的对调 之后继续执行个2跟3的对调 对不对 那这样就可以变成它啦 好 再来一个 这个应该怎么办 这个呢 一样 我可不可以先它做1跟3的对调 那3就跑来这边 1呢 应该跑来后面 但是我把1跟2 这个本来是2嘛 2跟1再对调一次 那我是不是可以写成 1跟2 它这边是先把1跟2对调 其实怎么对调 先后顺序你可以写成不一样 那基本上只有两个动作 刚刚我是先把1跟3对调 对不对 然后再把1跟2再对调 所以你就变成312 312完全一样 或者是你把1跟2先对调 1跟2先对调 这边2 1 对不对 然后 2 1 然后2跟3再对调 所以一样得出 这种方式 OK 不管你怎么写 就是 这个呢 会有两个操作 你才能够达成这样子的目标 下面这个呢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2在这边 3在这边 1在这边 所以说只要1跟3 1跟3对调一次就好了 不过呢 它是个负号 对不对 它反正就是1跟3就对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 这个会是什么 这个是2跟3对调 因为1在前面嘛 负号反正已经在前面 这个会是什么 这是1跟2对调 3不动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整个式子 是否可以写成这样 1再加上 P23 P13 再加上 P23 P12 减掉 减掉 P13 减掉 P23 减掉 P12 然后后面呢 太短了 没关系 继续写 再乘上一个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整个的Total的WayFunction 就原来第一颗放在第一个位置 第二颗放在第二个位置 第三颗放在第三个位置的一个排列的线线组合 对不对 我这样就可以把它写出一个三颗粒子的一个状态 OK 好 那么 这样子一来 假设 看看 我们为什么会说 前面的Normalization一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这边的Normalization一个是根号二分之一 一个是根号三分之一 除了你把它自己相乘之外 你一定要得到一 对不对 最后你再Normalize回来 就可以得到根号二 比如说自己跟自己相乘 你这边只有两个东西可以自己跟自己相乘 要不然呢 你只要位置一颠倒就不行 比如说自己跟自己相乘 一定要第一颗在第一个位置 第二颗在第二个位置 跟第一颗在第一个位置 第二颗在第二个位置 相乘才会有结果嘛 因为它跟它形成正交啊 OK 所以你会得到个 得到个二 得到个二 那你当然就要除以二 变成二分之一 然后一边各分一个 所以就变成根号二分之一 或者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来做 想法来做是怎么做呢 比如说你看看 我们这边不是只有两颗吗 两颗例子 你有两个状态 那你告诉我 这就好像你手上有两颗乒乓球 地上有两个袋子 你有几种填入的方式 第一颗乒乓球 有两个位置可以填 对不对 它是不是有两个机会 你一旦丢进去之后 第二颗乒乓球拿出来 你能够丢到哪边去 你只能丢到另外一个空的 因为这是Fremium 你不能够丢进去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丢的方式就是两种 两种开根号的导数 就是了 这个也是一样 你有三颗 你刚好有三个袋子 第一颗球 有几个机会 有三个机会 第二颗球有几个机会 因为第一颗已经丢进去了 我管它了 假设丢在这边 那么第二颗球 就只能选择这两个了 它有两个机会 假设第二颗球也丢进去了 那第三颗球 还有得选吗 没得选吗 就是一 所以它总共 有哪几种 可能的机会呢 三乘二乘一 是不是就变成三个阶层 对不对 你多出了三个阶层了 这个东西 为了normalization 我必须把三阶层除掉 就变成三阶层分之一 那当初normalization 是把同样微function 两个夹在一起的 积分的 那你分开成两个 就各开根号 你就变成根号三分之一的 ok normalization factor 这样子就可以求得出来 好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进一步的来看 假设我有n颗呢 n颗 n个particles 假设呢 我们今天呢 还是专注在 framium上面 那么我们就知道 一件事情 k1 k2 一直到达kn 你有这么多个状态 你有这么多颗粒子 q1 q2 qn 你现在的framium 一定是反对称 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根号n阶层分之一 然后就一大票了 第一颗放在q1 第一颗放在k1 第二颗也把它放在k1 n颗放在qn 下面呢 k2 q1 k2 q2 k2 kn q 抱歉 这边都是2 这边都是1 原封不动 一直下来 一直到 kn q1 kn q2 kn qn ok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写完之后呢 我们整个把它放下来就好 你发觉 我们这个可以写成很简单的一个形式 前面一样是更好n阶层分析 你看这边为什么一定要更好n阶层 就按照刚刚的讲法一样 我有n个袋子 有n颗球 那第一颗球有几种选择 当然有n个选择 对不对 第二颗球有多少选择 因为第一颗球已经丢进去 只剩下n减一个袋子 所以你只有n减一个选择 一度下去 最后的选择是n个阶层 n个阶层 那既然多出这个常数 我们要把它除掉 稍微变成 nomization是1 就除以更好 就除以n的阶层 我们算expectation value 是两边夹起来一起积分 所以个别呢 开更好 分给各一半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呢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像我们最右边的一样 你看看 这个Fremium在这边呢 我们里面是写1-PE2 对不对 两颗的 三颗呢 会等于我1加上这么多 所以这些加法是 等于说各种排列组合的加法 通通要把它加起来 所以呢 我们要加的是什么 各种的排列组合 OK 然后呢 前面呢 然后它要运作在 方讯上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其中这个P呢 并不是代表只有一个P 就好像你看右边那边的 最右边 我可以 这上面的P有两个P 两个连续运作 或者是只有一个运作 或者什么都不运作 都可以 那么我这个P就代表着 各种可能的P 我统统放在这边 来完成啊 我的这个系统 前面这个DeltaP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假设你的运作呢 是偶数的 比如说我不运作 0 就是1嘛 原本自己 我完全不运作 或者运作两次交换 每一次的运作交换 对Fremium而言都是负号 两次运作交换 负负得正就变正好 假设我运作只有一次交换 那它一定是负号 对不对 那这个DeltaP就告诉我们说 假如说我这个P的运作是 偶次项 偶数 OK 那么我的DeltaP就等于正一 假设我的运作是 G次 OK 一次 三次 或五次的 那么DeltaP就等于负一 那我们呢 就可以将这个东西 把它描述完 把这个 V function 就用这样子的姓氏 把它写下来 所以其中的这个P呢 我把它定义一下 Operator 我把它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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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个连续的方式 那ΔP呢 它可能是正1或者负1 那么什么时候是正1 If there are even exchanges 那么这个呢 假设它有odd的交换 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它描述出来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这是N个 那我们可不可以也把Boson的地方写成三个 之后慢慢慢慢把它写到N个呢 也可以啊 那我们看看写完之后 它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一样是N颗 Boson OK Boson呢 跟Fremium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 Fremium呢 你一个state只能够占据一颗 你不能够两颗在同一个state 但Boson却可以全部都挤在上面 Boson却可以全部都挤在上面 或者是我爱怎么挤就怎么挤 所以我可以怎么写呢 Boson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要稍稍微啊 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Boson是它就代表一件事情 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这个状态下面呢 它的Number是没有限制的 好我们就假设它有个分布 什么分布呢 我们说它有很多个状态 它有K1的state K2的state 一直到达KN的state 它有这么多种状态 单粒子的状态 那K1呢 我可能放了N颗 N1颗 K2呢 可能放了N2颗 K3放了N 大N颗 你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你总共只有N颗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这些小N啊 N1N2 一直到NN 它可以某些等于0 比如说这个state 根本就没有半颗在上面 它就是0 这个state有一颗 它就是1 这个state可能有5颗 那么就是5 OK 我们只要求一件事情 And Subvention Ni I等于1到大N 要等于总 N 总颗粒数 OK 总颗粒数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 我们怎么来写 我们的这个WayFunction呢 K1 K2 一直到达KN 对不对 然后呢 Q1 Q2 一直到达KN 这是Symmetry 我们怎么来写 我们呢 简单的一个比方 前面Normalization Factor 待会再写 后面呢 我可以Summation P开始运作一个基本的state 基本state 我可以写成什么 比如说呢 K1呢 有N1颗 那我是不是Phi K1 它有Q1 Phi K2 Phi K1 都在K1 K1 有Q2 有个第一颗在K1state 第二颗在K1state 一直到达 Q个N1 有N1颗呢 都处在K1state OK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边总共有些 N1 Particles 全部都在什么 K1state 但是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这边我要把它插掉 我在下面写一条 蛮长的 从一边呢 一直到另外一边的 好 这边我只写了 你看看 我们后面 写的这种 这种形式 后面呢 一定是乘上一个 最基础的 单粒子 状态的 通通相乘 有三颗就要乘上三颗 我们这边有N个 是不是乘上N个 我这边只是乘上 N-1个而已 所以紧接着呢 第二个状态 K2 我可能Q的 N1加1 对不对 这是编号嘛 Q的等于多少 这是我对例子的编号 一直到达 K2 Q的N1 再加上N2的编号 所以就告诉我们 在这边呢 K2呢 它有什么 N2的 particles 它又处在N2 然后这样一直下去 一直到达最后一个 的最后一个 是不是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后面这边呢 就代表我可能有N颗啊 N个particles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前面 Normalization Factor 要等于什么 假如说 他们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一个都不一样 你有击中学 丢法 就像这边有三个不一样 三个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第一颗 有三个机会 第二颗只剩下两个机会 第三颗只剩下一个机会 所以是N个阶层 对不对 总共呢 假设不一样 它有N个阶层的机会 但问题是 这里面的交换没有意义啊 第一颗跟第二颗的交换 都在K1State的 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相同的 把它除掉 所以N1呢 这里面的交换 你是看不到的 N2的交换 你也是看不到的 一直到达NN的交换 你通通看不到 它有什么差别 所以呢 这个是总共的 可以存在的几率 的排列组合 所以呢 这边加上 这个SUM有几项 有这么多项会出现 就好像这边的SUM呢 会有两项 这边的SUM会有 123456 六项一样 这边总共有几项 有大N阶层 除以N1阶层 除以N2阶层 一直到除以N个阶层 也就是说 你对自己做完了 自己夹自己 去算你的 Expectation Value 你知道一定要等于1嘛 对不对 这个状态一定要存在 只不过呢 你会积分出来 变成这么多常数 所以我们要把它除掉 怎么除掉 这边都是 每一个阶层的相乘 所以我就 我们就写成Ni的阶层 但是每一个Ni 都要乘起来 所以用一个类似 Pi的符号 而不是SUM的符号 这就互相乘起来 它上面还有个 大N阶层 我们再把它除掉 但因为这只是 一个嘛 微方选嘛 你算Expectation Value 它有两个加起来 所以一个呢 各分一半 OK Normalization Factor 就把它解决掉